我穿进了刚看完的短篇狗血涅纹理 成了女主 对 就是那个五脏六腑都被男主逼着移植给了女配 事业和梦想都被男主毁掉 家人也被男主害死 得绝症还偷偷躲起来自己承受 到大结局还对男主和好了的怨重 我正好穿到第一张 男主逼女主离婚 我乐开了花 离婚可以 不过你要再跟我签一份谁反悔 谁就是狗娘养的协议 我穿进了一本短篇狗血涅纹理 这文短短十几章的免费章节 女主就经历了抽血摘肾 事业被夺 名声敬毁 家破人亡 身患绝症 还要身残之间躲起来 给男主生下孩子等一系列又紧凑又欺人 又惨无人道的具体 我以为付费章节女主会醒悟过来 反虐男主 结果是我天真了 付费章节才是最欺人的 女主消失之后 男主才想起女主的好 开始各种后悔 各种给自己前面的无情残忍找理由 什么不善于表达 什么看不清自己的心 什么性格冷淡不喜欢施爱 什么有苦衷 不敢去爱巴拉巴拉巴拉 最后男主不费吹灰之力 就得到了女主的原谅 把女主追了回来 俩人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充了好几十块钱 结果就是为了看着 我气得上不来气 一命呜呼 然后就穿进来了 发现自己是女主的瞬间 我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 这小说是借 苦狗血灭文久矣 就让老娘来拯救这个脑残的女主吧 哼 我还保持着仰天大笑的姿势 嘴还没合上 房门就被推开 本门男主 霸总顾路沈别问 问就是十个霸总 九个姓故 七个姓路 六个姓沈 威风凛凛 霸气吞落地走来 然后将一张离婚协议拍在桌上 刘洛洛 签了吧 我合上嘴巴 也把一张协议拍在桌上 我也有份协议 正好一起签了吧 顾路沈垂谋看我的协议 瞬间黑了脸 谁反悔谁 就是狗娘养的协议 谁反悔谁 就是狗娘养的协议 一 孤路沈保证 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爱刘洛洛 二 离婚后 孤路沈不得以任何形式 伤害刘洛洛的身体和精神 三 孤路沈不准打压刘洛洛娘家 不准伤害任何刘洛洛的娘家人 四 孤路沈不得以任何手段 影响刘洛洛的事业 不得让白莲花跟刘洛洛的事业 产生任何交集 就算以后发现 刘洛洛才是孤路沈的真爱 也不准反悔 刘洛洛不接受任何解释 苦衷或理由 更不接受任何事好和补偿 也不会和好和复婚 六 不得在刘洛洛找到第二军后 插足或破坏 不得犯贱 如果孤路沈违反以上任何一条 就是狗娘养的 就会脚底流浓头顶生疮 一坐下痘疮就爆炸 出门必被车撞 谈生意必赔钱 一辈子倒霉 并且不得好死 孤路沈看完 黑沉的毛子看向我 说出了那句经典对白 这就是你阻止我离婚的把戏 然后女佩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孤路沈的表情 立刻多云转情温柔起来 不用想也知道 女佩闹腰蛾子 要让男主过去呢 但我怎么可能放过 这么好的机会 我上去就把孤路沈的电话 夺过来 啪一下 摔戏碎 赶在她发怒之前 我把协议对到她脸上 快点签 别磨叽 签完你有的是时间的那小件 白莲花轻轻我我 女佩白莲花本名就叫白莲花 可以说是非常贴切了 孤路沈见我这么坚决 竟然有些烦躁 这烦躁在我的预料之中 因为原文就是这么写的 刘洛洛竟然同意离婚 孤路沈心中莫名的有些烦躁 人是她说 没空 等我回来再说 说完她就要走 我一把薅住她 凶神恶煞 孤路沈 你今天要是不签 你她娘的就是我孙子 霸总为什么叫霸总 是因为人格和声誉高高在上 神圣不可亵渡 当我这个令她厌烦至极的女人 亵渡了她 她必定会炸 所以她怒了 她掐我脖 锁我猴了 但我没再怕 在快要窒息的情况下 我依旧能对她一阵激情开脉 她忍无可忍 终于签了两份协议 并且被我逼着 迅速领了离婚证 别问 狗血纹的世界 没有离婚 冷静气这种东西 免得以后我找第二春的时候 她又跳出来避避 我们还没离婚 法律上 我还是你的丈夫 你有什么资格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拿到离婚小本本 我才心满意足地放她离开 临走前 她还不忘留下那句经典对白 放心 我绝不会后悔 离婚 我求之不得 我发了个白眼 潇洒地撩了一下头发 扭头就走 婚都离了 谁还要理她这狗东西 我马上去找 咕噜沈的死对头 撕对头 谈恋爱 撕对头 暖心男二 暖男刁配不用说了 跟男主一样是商业王者 天之骄子 因为喜欢女主 所以被男主视为眼中钉 明明跟男主不相上下 却输给了男主光环 被男主搞到倾家荡产 我看到撕对头年纪轻轻 就病死了的时候 心痛至极 NND这么绝世专一 帅气多金的大暖男 打着灯笼都难找好不好 女主不要就给我呀 我好想要甜甜的恋爱呀 见到撕对头的瞬间 我飞扑到她怀里 阿思 我终于明白 原来你才是这个世界上 最爱我的男人 我以前错得太离谱 竟然会喜欢孤入婚那个混蛋 现在我醒悟了 我已经和她离婚了 你愿意接受我 愿意给我一次机会 接受我 和我在一起吗 她不可置信地愣了半天 看我的表情不像作假 才终于如获之宝地抱住我 洛洛不是给你机会 而是给我们机会 你知道吗 我以为我等不到这天了 幸好我从没想过放弃 我期待地望着她 所以你愿意吗 她笑起来 我愿意 我愿意 气氛到这了 我感觉我可以对撕对头的小嘴 来一番无距离接触了 孤入婶果不其然就出现了 狗血病律 三角病律 女主和男配在一起的时候 男主百分百出现 孤入婶就站在 四对头办公室的门口 眼神极其阴沉 表情愤怒的 像是要马上叨了我呀 孤入婶上前来拉我 一张嘴就是 刘若若 我们还没什么 没离婚吗 我一本离婚证 拍她脸上 她 刚离婚你就出来 勾搭别的男人 你说我多耐不住 我又是一份谁反悔 谁就是狗娘养的协议 拍她脸上 她 我窝在四对头怀里 得意地看着她 怎么样 你还有什么话说 她不说话了 我们本来台词 就只有翻来覆去 那几句的霸总 没词了 孤入婶气急败坏地走了 四对头的助理 战战兢兢地说 司总 顾总好像是来跟我们聊 最近的一个合作项目的 这下 她来合作不成了 四对头拥重我 无所谓 我得到了比合作 更重要的东西 我仰着头看她 阿思 如果孤入婶 为了把我抢回去 要毁掉私事怎么办 四对头笑得笃定 不怕 孤入婶没有那个能耐 若若 我一定会守护好你 我心里甜滋滋 抱着四对头 在她怀里蹭啊蹭 她身上是好闻的檀香 很能让人舒服又安心 她摸摸我的头 是不是饿了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四对头带着我去了 我最爱的川香菜馆 点了一桌子辣菜 麻辣小龙虾 水煮鱼 剁椒鱼头 全是我的最爱 我吃得嘶嘶哈哈 她就在旁边默默地被我包下 吃完她还温柔地 帮我擦干嘴角的红油 狗血定律再次应验 咕噜沈也带着白莲花来吃饭 但没有空桌了 白莲花就死皮了脸 要跟我们拼桌 桌上气氛很微妙 四对头照顾我吃东西 咕噜沈朝我俩扔眼刀子 白莲花暗戳戳地 用筷子折磨她碗里的米饭 咕噜沈 刘洛若 你不吃辣来什么川香菜馆 我发了个白眼 我不是不吃辣 是家里以前养的狗不爱吃辣 我才迁就她的 咕噜沈 她又给我家里一只小龙虾 丢进我碗里 那就好好吃 少说话 我跳起来 咦 好脏 有脏东西掉进我的碗里了 阿斯快叫服务员 给我换碗筷 顾禄沈 刘洛若 以前你追着我 让我睡你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 砰 话没说完 就挨了四对头重重一拳 从椅子上栽倒在地 顾禄沈难以置信的捂着脸 那一瞬间 真是一点男主霸总的样子 都没有了 四对头用湿纸擦了擦 打过顾禄沈的拳头 拍完甩在顾禄沈脸上 顾禄沈 这一拳是教你 怎么跟我的女人好好说话 记住 没有下次 说完就带我走了 我被四对头紧紧拉着 看着他的背影 我眼里全是小爱心 好帅呀 我的阿斯好帅呀 四对头晚上 带我去游乐园做摩天轮 当我们赚到最高点的时候 他拿出一枚鸽子干钻戒 若若 表白的话应该让男人来说 这一天我等了太久太久 你愿意 做我的女朋友吗 外面的夜色中 轰的一声炸他一朵烟花 接着越来越多的烟花绽放 最后组成了三个粉红色的字 我爱你 我满是笑意的眼中 印着漫天烟火 印着他的影子 伸出手戴上那枚钻戒 我愿意 刘洛洛很小的时候就说过 他喜欢烟火 喜欢摩天轮 他希望将来有一天 他心爱的人 可以在摩天轮升到最高点的时候 用漫天的烟火向他表白 顾禄沈根本不记得 但四对头不仅记得 还做到了 此刻我虽然不是刘洛洛 但我跟刘洛洛有一样的愿望 这样的四对头 怎能让人不爱呢 刘洛洛不珍惜 就让我来珍惜好了 看着他眼中的认真和虔诚 我心跳的频率 忽然加快了一百倍 我一点点凑近他 双眼放光 阿思 我能亲你一口吗 他脸一红 像个小媳妇似的 浪漫闭上眼 等着我亲 狗血定律 女主和男配亲近 必会被男主打断 顾禄沈的电话打了过来 我咬牙切齿的挂断 用力捧住四对头的脸 意外意外 再来再来 咕噜沈又打来 我干脆关了机 果不其然 咕噜沈见我不接电话 直接带人杀了过来 等摩天轮转到最低的时候 外面已经被咕噜沈的保镖 围得水泄不通了 但四对头和我都没在怕的 他把我揽在怀里 只一个响指 就有更多的保镖 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 包围 反包围 四对头冷眼看着咕噜沈 顾总 有事 咕噜沈仿佛瞎了 完全无视四对头 这边三倍以上的人数 冷声下令 把刘洛洛带走 哦 我想起这个桥段了 刚离婚 顾鲁沈就要抓女主 去给女配献血 狗血标配 熊猫血 三天献一次 献了一年多 女主还活蹦乱跳的 这大概就是 女主光环吧 我还是跟着顾鲁沈 去了医院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亲自打脸白莲花 白莲花正躺病床上 装婚礼 我上去就偷偷在她胳膊上一顿掐 让你装 让你装 掐死你的癞蛤蟆配的狗莲花 白莲花真是影后体演技 掐死了她都能忍住 不过我还有杀手锏 我叫来了护士 给白莲花验血 验血结果出来 我直接把检验单 拍在顾鲁沈脸上 看好了 你家狗莲 白莲花是A 谁 白莲花垂死病冻 惊作起 嗨嗨 沈哥哥 你不要听她瞎说 我是怕 对上顾鲁沈充满怀疑的眼神 白莲花才明白过来 我说的是血型 沈哥哥 我明明是熊猫血啊 怎么变成为行血了呢 一定是有人动了手脚 我冷笑 怕别人动手脚 那咱们再去验血窗口验 这么多人看着 没人能动手脚 就看你敢不敢啊 白莲花又开始咳 好吧 是我弄错了 都是我的错 全是我的错 嗨嗨嗨 我死了就好了 这不会影响你们了 嗨嗨嗨 真是我说承门娄子 他说胯骨轴子 咕噜沈马上就心疼了 上前一把将白莲花搂到怀里 冲我大吼 刘若若 只是血型弄错了而已 你用得着这么刺激他吗 我冷笑 咕噜沈 看来你也不是不会爱人吗 看看你为白莲花做的这些事 也非常贴心 非常用心呢 等到了付费章节 你发现你的真爱是我的时候 可千万别用你不懂得 怎么爱人这种烂借口 来跟我解释哦 咕噜沈的眼神 有一瞬间的闪烁 却还是说 放心 我不会爱上你 那是最好 我拉着四对头就走 临走还不忘提醒他 哦对了 既然血型不匹配 那后面到白莲花 一只心肝脾肺肾剩剧情的时候 就别来烦我了 出了病房 四对头总是一言又止的 我拉着他的手 阿斯 怎么了 他回握住我 摇摇头 没什么 只是觉得 你好像不太一样了 而且你刚才在病房里 说了什么免费章节 什么后面的剧情 我都听不懂 我顿了顿 内心纠结了半天 最终还是问他 阿斯 要是我告诉你 我不是真正的刘若若 我跟咕噜沈 绝对再没有任何可能 你还愿意继续跟我在一起吗 四对头还没开口 追出来的顾禄沈 突然爆发怒吼 你说什么 顾禄沈上来 就抓着我肩膀猛摇 原来你不是真正的刘若若 难怪这些日子 你这么奇怪 既不围着我转了 又口口声声说什么不爱我 真正的刘若若 绝对不可能说出这种话 说 你把真正的刘若若 弄到哪去了 你把它还给我 四对头把我拉到怀里护着 仔细给我检查 没事吧 没受伤吧 我满心感动 却忽然有些愧疚和难过 四对头喜欢的人是刘若若 可我 不是刘若若 四对头将顾禄沈挡开 又冷又霸气 顾禄沈 不管他是不是刘若若 他都不是你的 管好你的白莲花 少管别人的闲事 他拉着我就走 我低着头 不知道该说什么 四对头带我去了一座庄园 这庄庄园坐落在城郊 空气清新 小清新风格的别墅 大片大片的草地 还有一汪清澈的湖泊 我知道这里 这是四对头照着刘若若 小时候画的画 为他打造出来的梦幻庄园 刘若若小时候说 他希望长大以后 可以和爱的人一起 住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 一起生活 原文中 刘若若身患绝症 既想躲着顾禄沈 又想给顾禄沈把孩子生下来 四对头就把他藏在了这里 无微不至地照顾他 让他度过了人生最安稳的一段时光 后来 顾禄沈找到刘若若 向他认错 对他表白 他几乎没有犹豫 就跟顾禄沈走了 四对头就在刘若若跟顾禄沈 重新举办盛大婚礼的那天 并死在了这片庄园里 其实我和刘若若很像 我们的喜好 愿望 连职业都几乎一模一样 唯独不同的是 刘若若是个眼下的怨种 而我不愿意做怨种 我是个敢爱敢恨 脑子清楚的人 他说 其实我一开始就知道你不是他 我一愣 你怎么会 他淡淡的笑 像在回忆 像在透过我看另外一个人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 他有什么变化 我怎么会察觉不到 刘若若说过的戏之末节 他恨不得都记得 怎么可能发现不了 现在的这个刘若若 其实已经换了一个人呢 也就只有咕噜沈这种狗东西 看不出来吧 对不起 我其实是穿越近来的人 或许你会觉得 穿越这种事非常的扯淡 但这确实是真的 面对四对头 我没有对咕噜沈那样的霸气和底气 因为这是个值得真心去爱的男人 也是我真心喜欢的男人 我把这个世界 其实只是一本短篇狗血小说 我是你的主 他是男二 咕噜沈是男一的事 都告诉了他 他沉默了半天 像是无法相信这个事实 但过了一会又释然了 他问我 那我的结局是怎样的 如果我不是男主的话 那最后 我应该没办法和女主在一起吧 这次换我沉默 他的结局 我说不出口 难道要我告诉他 很快他就会被男主打压到破产 然后眼睁睁看着心爱的人嫁人 最后自己一语而终吗 这也太残忍了吧 他笑了 算了 还是不要告诉我了 他只问 能告诉我你的本名吗 我的本名就叫刘若若 大概就是因为我叫刘若若 在冥冥之中建立了联系 成为了我穿越近来的桥梁 我试探地问他 阿斯 虽然我不是真的刘若若 但我也是真的喜欢你的 我 我还可以继续喜欢你吗 我没办法把真正的刘若若还给他 况且真正的刘若若回来 也不会属于他 喜欢他的 只有我这个刘若若 如果 如果他不愿意接受我 那我只能选择离开他 没有女主对他的牵绊 他大概会继续天子骄子一样的活着 不会被谁打压 不会眼看之爱嫁给别人 不会年纪轻轻就抑郁而重 这样也算是对他的一种拯救吧 他沉默着 没有回答 沉默也是一种回答 我明白了 我主动拉起他的手握住晃了晃 这段日子跟你一起过得很开心 我第一次被人这样用心的呵护 谢谢你 以后我不会来烦你了 你放心 我也不会跟顾禄沈在一起 我放开他的手 转身就走 转身的时候 我没出息的红了眼圈 跟喜欢的人告别好难啊 我真的很喜欢撕对头啊 看文的时候就喜欢 穿进来看见他第一眼更喜欢 他带我吃好吃的 坐摩天轮 实现我的各种小愿望 还能霸气的收拾孤禄神 我更更更喜欢 穿进这个陌生的小说世界 无依无靠 它是我唯一的光啊 忽然我的手腕被他拉住 我当场没骨气的站住 不敢再走 我怕他拉得太松 我一正再给震开就完了 他倾笑出了声 我不是说了 从一开始我就发现你不是他 如果我不愿意接受你 就不会和你在一起这么久 他坦白 只不过我心中也有不甘 大概真的 若若再也回不来了 所以我带着你把想要和他一起做的事 都做了一遍 就对你来说可能有点不公平 你能接受吗 我忙不迭地点头 能啊 我能啊 我跟刘若若 除了条男人的眼光和性格不一样 剩下的几乎一模一样 他喜欢做的事 几乎也是我喜欢的事啊 终究我不是真的刘若若 还要享受着撕对头的爱 就对撕对头来说本就是不公平的 如果他愿意和我继续试试看 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他把我抱在怀里 我想带他一起完成的事 还有很多很多 那就麻烦你 接下来的日子 带他和我一起完成吧 好的爱情 是坦诚的 是清晰明了的 是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捧到他面前 是舍不得他受一点伤害 把他放在心间肩上的 我根本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所谓的爱而不自知 所有以爱为名时伤害之事的人 都是大傻叉 比如顾禄沈 比如各种狗血涅文里的狗男主 顾禄沈气急败坏的 给我打个电话 刘洛洛 你工作态度不端正 从今天起 你不再是故事的设计总监 我冷哼 行 辞退计的工资 N加一补偿我 就让白莲花做你的设计总监吧 我很期待他的大作呢 撕对头将最后一盘菜 端到我面前 解下围裙坐到我旁边 我马上装委屈 阿斯 我失业了 你们公司缺不缺设计师啊 我去给你打工好不好 他给我加了一块肉 我公司正好缺设计总监 你去正合适 阿斯你真好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狗血定律 十个女主 九个是设计师 我以前就是设计师 要不是刚完成项目实在无聊 也不会点开手机上 跳出来的小说打开时间 我去咕噜沈公司帮我的东西时 白莲花正在我的办公室里 狗狗碎碎的偷我 还没完成的设计图 这不巧了吗 这不是正被我撞见 那我能轻易放过你吗 我在门口拍了视频和照片 才踹门进去 一把抓住白莲花 夺过他的手机 大家快来看看啊 新上任的设计总监 偷我这个工作态度 不端的前设计总监的草图 人正物正聚在呀 白莲花脸色非常的精彩 她用力挣扎 我没有 你别冤枉我 办公室的人很快围上来 对白莲花指指点点 咕噜沈引文声赶了过来 白莲花偷我的图 视频 照片 证据全都有 咕噜沈却说 刘若若 你闹什么 她只是拍几张照片而已 用得着上升到偷这种 难听的字眼吗 我冷笑 你瞎吧 你看不出来 她以前也是靠偷 我的设计图在上位的吗 她脸色难堪了一瞬 你看 她明明是知道的 你明明知道我才是受害者 我才是受委屈的那个人 但是她就是做不到公平公正 她的天平 永远都会倾斜像白莲花 虽然这些剧情到后面 她都有一对借口解释 但是 刘若若能接受 我可接受不了 她说 你能不能懂事一点 别再追究了 那可不行 这种事涉及到我的名誉 我是必须要追究到底的 我直接报了警 证据反正都在 警察当场就把她带走了 顾鲁沈气得直对我吼 刘若若 你怎么变得这么心胸狭窄了 我心胸狭窄 顾鲁沈 你生生忘了 你亲笔签的狗娘养的协议了 你自己掰着手指头 数数你犯了几条了 你还要脸不要啊 哦 还是说 你非常喜欢狗娘养的这个称号啊 她大吼 刘若若 我掏了掏耳朵 小点声 生怕别人不知道 她是你的三世吧 员工们在办公室门口 直直点点 顾鲁沈一声吼 都滚出去 然后砰的一声 摔上门 她一点点逼定我 看来你真的不是刘若若 刘若若从来不敢忤逆我 她只会乖乖听我的话 我反驳 那不叫不敢忤逆 那叫因为喜欢你 所以愿意你来顺受 不过我可不喜欢你 所以我不吃你这一套 她脸色非常难看 再一次掐上我的脖 把真的刘若若还给我 我这次有所防备 用尽全力一脚踢中她的命根子 她哀嚎一声放开了我 我趁机跑掉 回头还不忘 给她跪地武当的照片 拍了张照 发到了网上 永春 叶问 武当 顾鲁沈 据可靠消息称 顾鲁沈的一个丸被我踹碎了 以后生育都成问题 但她是霸总的这种事 她是不会外传的 那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当然是摆脱撕对头 帮我去医院里查的 哈哈 顾鲁沈要不孕不孕了 这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 我在她出院的时候 甚至还给她快递 去了一个巨大的花圈 啊不是 花兰 花兰 祭奠 啊不是 今年她还没出生的仔 顾鲁沈忍着变成半个太监的痛苦 一边还要去捞白莲花 光荣事迹 笑得前仰后合 四对头目光温柔的耐心听我讲完 最后才提醒我 好了 先不管她了 去收拾一下 还要回去见叔叔阿姨呢 哦对 刘若若的父母 现在也是我的父母了 得知我和顾鲁沈离婚了 火急火燎的打电话 问我怎么回事 我和四对头一合计 决定干脆直接把她带回家见家长 对冲一下 他们心中失去了金归序的失落感 我其实不会跟长辈交流 我只是凭着刘若若的记忆 带着四对头回了刘家 刘母似的打扮得体精致的妇人 虽然脸上有了岁月的痕迹 但不是优雅 刘父似的发福的中年男人 表情总是笑呵呵的 有点憨憨的可爱 刘家也算是小资家庭 但跟顾家和私家还是差得很远 一进门 刘母看见我 刷了一下冲过来 我还以为她要质问我为什么离婚 结果她眼圈一红 摸着我的脸就哭了 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啊 看看我宝贝女儿受的 刘父也朝我走了两步 表情也是十分心疼 好了 快别在门口站着了 先吃饭吧 刘父这才看见跟在我身后 提了满满两手礼盒的撕对头 阿斯也来了 快来一起吃饭 顾禄沈 撕对头 还有刘洛洛这仨人是一起长大的 这三家人都知道 撕对头喜欢刘洛洛 而刘洛洛喜欢顾禄沈 刘洛洛和顾禄沈还没结婚的时候 这三家人聊起这个话题 都挡得乐视 刘洛洛跟顾禄沈结了婚 就再也没人提起 撕对头喜欢刘洛洛的事了 只提当年刘洛洛是怎么怎么屁颠屁颠 厚颜无耻追过路沈的 不过我能明显感觉到 在刘父刘母心里 还是更喜欢撕对头的 毕竟他们的宝贝女儿结婚之后 女婿一次都没来看我岳父岳母 反而是撕对头 逢年过节都要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来看望 撕对头既能跟刘母聊聊做饭的心得 又能跟刘父聊聊商场上的事 自然是深得刘父刘母喜爱 他们拉着我坐下 桌上全是我爱吃的饭菜 刘母不断给我加菜 叫我多吃点 我有点无措 甚至不知道要做什么反应 这下我又找到一个 我跟刘若若的区别 刘若若父母双全 而我是个孤儿 我无父无母 在过温院艰难长大 在社会里摸爬滚打 才稍稍混出了样子 我不知道面对父母 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这是一只手在桌下握住我的手 撕对头也给我家里一筷子菜 快吃吧 这一桌饭一定费了阿姨不少工夫呢 我是个孤儿 撕对头是知道的 她掌心温热的温度 无声地安慰着我 我拿起筷子 吃了一口 真好吃啊 原来妈妈做的饭 是这样的味道啊 我控制不住自己 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 刘若母急了 怎么了若若 不合胃口吗 那妈妈再给你重做 我拉住她 摇了摇头 不是很好吃 非常好吃 我含泪笑着 只是太久 没吃到妈妈做的菜 好吃哭了 刘若只副温柔地擦着我的泪 撑道 这孩子 你不是说我做的饭 不得吃一辈子呢 刘若母这才笑了 哎呦阿思啊 你就会说这些好听的哄我 说不定这小妮子 不是这么想的呢 她一扭头 我已经狼通虎咽的 盖了一碗饭 我举着空碗 再来一碗 撕对头没眼弯弯 给我添了一碗饭 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我抽空给她也夹了一筷子 阿思你快吃 我妈做的饭可太好吃了 再不吃就要被我抢没了 这下一桌子人哭笑不得 吃了饭 终于进入正题 刘父刘母召开家庭会议 问我为什么要跟顾鲁沈离婚 她对我不好 我不喜欢她了 四对头马上接着我的话说 据我调查 顾鲁沈在跟若鲁结婚后 并没有给到刘家 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甚至还在暗中打压刘家 故意安排子公司 争夺刘家的资源和客户 顾鲁沈这么做 其实也是想通过 打压刘家的方式 逼若鲁离婚 而且顾鲁沈在外面养了一个女人 顾鲁沈对那个女人 比对若鲁好得多 既然他们过得不幸福 离婚其实是对双方都好的选择 刘父刘母斟酌了半天 最后还是接受了我离婚的事实 四对头趁热打铁 直接拉起我的手 郑重地对他们说 叔叔阿姨 为我现在已经恢复了自由 我想和她以结婚为前提开始交往 可以吗 刘母 现在应该叫我妈了 我妈仿佛吃到了大瓜 惊讶又八卦地偷偷朝我食眼色 我默默点了点头 这就是你们未来女婿了 我爸站起来 表情严肃 阿斯 你跟我来书房一趟 四对头放开我的手 起身跟我爸去书房 我心里有点忐忑 不知道我爸到底同不同意 其实不同意我也不怕 但是有了父母之后 多多少少还是会在意他们的看法 我妈见他们走了 一屁股坐到我旁边来 给了我一份拳 你这丫头 什么时候跟阿斯好的 都不告诉妈妈 我就把这些日子 怎么跟四对头相处的 都告诉了她 她听完 只问我 别的我不管 妈就想问你 你真的喜欢她吗 你已经经历过一次错误的婚姻了 你还记得你当初死活 都要嫁给顾鲁婶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吗 这一次 妈希望你一定考虑清楚 不要再走老路 我认真的点头 我考虑清楚了 您放心爸妈 阿斯跟顾鲁婶不一样 我了解她 她不会伤害我 更不会背叛我 其实妈也相信 阿斯是个好孩子 她比顾鲁婶更适合你 妈也相信 你们在一起会更幸福 就算不幸福也不怕 爸妈就在你身后 我们永远都是你坚强的后盾 我鼻子一酸 就想起原文中 刘父刘母为了请求顾鲁婶 不要再伤害刘洛洛 散尽家财 还被打压得破了产 最后刘父扛不住压力 跳了楼 刘母也跟着疯了 因为一个顾鲁婶 有爱又温馨的刘家一息之间 家破人亡 现在既然我是刘洛洛 我就绝不可能让这种事发生 哼 家门忽然被人撞开 顾鲁婶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她的十几个保镖冲进来 将我们团团围住 她说 妈 我来接洛洛回家 我站起来 把我妈抹在身后 顾鲁婶 你是不是犯病了你 咱俩已经离婚了 你脑抽啊 刘洛洛 别逼我动手 跟我回去 顾鲁婶爸总气场全开 但我自从知道她碎了一个丸子 就觉得她那骨子近 像西场的那个 女化田 她的保镖冲上来就要抓我 我抓起摆在一旁的玉摆台 毫不犹豫砸过去 我妈一声哀嚎 这可是你爸最喜欢的和田玉摆台 我 嗨 这么宝贝的东西 放这么危险的地方干嘛 和田玉还是挺有分量的 那个抓我的保镖一闪 没砸到 倒是砸在了身后 顾鲁婶的脚面子上 摆台应声而碎 顾鲁婶的表情也挂不住了 从通红到惨白 爸总就是爸总 这么疼都能忍住不喊出来 真厉害 这时四对头和我爸也出来了 四对头过来 几下子就撂倒了几个保镖 我爸也赶紧过来 把我和我妈保护在身后 有了四对头这个战力 加上顾鲁婶的脚面子受到重创 局势一下子扭转 顾鲁婶的保镖纷纷后退 顾鲁婶阴沉的看着我 刘洛洛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跟我回去 我还可以让你做顾太太 哎哟 顾太太这么尊贵的身份 我可担当不起 还是让你的狗莲花 给你当顾太太吧 你们两个 二狗合必 天长地久 刘洛洛 我顾鲁婶的字典里没有离异 只有丧偶 你要是真的想离开我 那就除非呀 不等他说完 我已经把旁边的一个盆栽举起来 摔在他的脚面子上 我爸哀嚎 我中了十年才养起来的 却舌罗汉松 顾鲁婶彻底没变了 她没力气再跟我扯里个浪 她再不去医院 就会失去她的只有只有 她被保镖抬走前 还不忘留下经典对白 刘洛洛 你这辈子只能是我的女人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男人不自爱 就像烂白菜 现在顾鲁婶就像一颗烂白菜 结婚的时候爱答不理 离了婚又要想尽办法 把人留在身边 见不见啊 我至今无法理解 刘洛洛到底为什么会喜欢顾鲁婶 原文理说 刘洛洛小时候 见到顾鲁婶的第一眼 就被她深深的迷住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越爱越深 无法自拔 我真想不明白了 这简单讲 不就是眼狗吗 但是仔细看看 其实撕对头不比顾鲁婶差呀 而且撕对头对刘洛洛 比顾鲁婶好多了好吗 刘洛洛到底是因为什么 非要死皮赖脸的喜欢顾鲁婶啊 大概 这就是狗血念文理感情线的硬伤吧 非要把女主写成一个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事的 反正我不会喜欢顾鲁婶这种神经病的 我握紧了撕对头的手 我要甜甜的爱情 顾鲁婶在医院里还不安生 她给我打个电话 说我要是不跟她复婚 就让刘洛洛洛 我冷笑 天凉了 就让顾家破产吧 当天我就把顾氏未来十年的发展计划 还有一系列商业基地 全都告诉了斯对头 让她自己看着办 阿斯也非常给力 没用多久 就让顾家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顾氏接下来走的每一步私事 都像早有预料一样 精准围追堵截 不留任何余地 人问斯对头 输给了顾鲁婶的男主光环 但现在 斯对头身边有了我这个女主光环 我不信还搞过一个顾鲁婶了 很快 顾氏就变成了一个空壳子 摇摇欲坠 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 在我和斯对头举办婚礼的那天 故事正式宣布破产 白莲花疯了一样 给我打电话发信息骂我 一边骂我 一边还不忘给斯对头发消息 企图顾忌重施 勾搭斯对头 斯对头干脆让人拦截了 白莲花的一切信息 将他驱逐出国 顾鲁婶悄悄潜入了我的换衣间 在我穿上婚纱的时候 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打昏了我的化妆师 他看着镜中的我 眼神充满的迷恋 原来你穿婚纱 这么美 我还是第一次见你穿婚纱 我挑眉 我还得谢谢你呢 谢谢你当初不跟我办婚礼 让我可以把第一次穿婚纱的机会 留给阿斯 也谢谢你不珍惜我 让我可以把其他所有的第一次 都留给他 顾鲁婶的脸色猛的颓废下来 他一搏一搏的冲上前 扣着我的肩膀 不是这样的 洛洛 我爱你呀 我爱的是你呀 你不是一开始也很喜欢我的吗 为什么最后你会嫁给斯对头 因为他爱我 他的爱真诚干净 而且我能清晰的感受到他的爱 他从不会伤害我 他尊重我 呵护我 照顾我 而你呢 你是有什么东西 到现在了 还有脸跟我口口声声摔 他的眼神变得很利 你不是刘若若 刘若若不可能跟我说出这样的话 刘若若只爱我一个 就算我做过错事 他也不可能离开我 咕噜神猛地掐着我的脖子 把若若还给我 还给我 我穿着巨大的婚纱 完全没有平时灵活 被他掐着我 甚至连还手都很难 咕噜神 你个死太监 活着没人爱 死了没人埋 你就算掐死我 刘若若也回不来了 你下辈子就活在痛苦和悔恨之中吧 你以为我怕你吗 大不了18年后老娘再穿一次 再跟你斗给你死我 窒息的情况下 还要激情开脉 其实挺难的 我已经呼吸不到任何新鲜空气了 也不知道谁规定的 婚礼前新郎新娘不能见面 对我来说实在是有点残忍 立眼之前 我其实还想再看四对头一眼 那么好的阿斯 我好舍不得他呀 我还没跟他交换戒指 对他说我愿意呢 好可惜 好可惜 我遗憾地倒在了地上 那一瞬间 我看到了房门被人踹开 一双干净的皮鞋 朝我狂奔过来 没事了 没事了 洛洛我在这里 四对头把我抱起来 冲向医院 最后 顾禄沈入狱 后来狱中自杀了 他自杀前一天 发了疯一样 想要见我 但被我拒绝了 我和四对头 完成了盛大的婚礼 哦对了 还有个身患绝症的狗血设定 原文付费章节后 检查出女主患的是假性癌症 稍微治疗下就没事了 别问 狗血纹的世界医疗技术 就是逆天 我和四对头出国度蜜月 周游世界 星空下 他拥着我的肩膀 忽然问 你能不能告诉我 原文里 我的结局是什么样的 我稳住他的唇 重要吗 别告诉我 你还想着以前的那个刘若若 没有没有 老婆大人 我错了